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任平 今年39岁 是俄美武术的乐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我们家应该是我是铁三代了 在成都铁路局 现在从事到接触网检修 因为我们那个设备是露天设备 它只存在一种不稳定性 基本上如果一当班的话 24小时都在我们的单位上 因为我喜欢武术 工作自愈的时候 常常看一看俄美武术方面的一些书籍 然后自己做一些研究 练一练俄美剑 俄美拳 都在练习晚上 因为练剑的 觉得那种气质像俠客 然后师傅也觉得我那个气质 也特别适合你练剑 然后后来就改练了俄美剑 还准备了一个大的气色轮胎 没事就砸砸轮胎 它这个可以练习你的爆发力 耐力 分泌剑的记忆特点讲究五字 刚 柔 脆 快 巧 刚就是力量足 柔就是讲究的是身形 身形要柔和 要灵动 脆讲的是爆发力 快讲的是速度 巧讲的是一种攻击的技巧 手上动作主要是点 劈 撩 刁 刺 身法上讲究都是扭令 折叠 通土 抚养 剑法上主要注重一个实战性比较强 我父亲也是一个武术迷嘛 我也是遭他的感染嘛 父亲就送我去培训班 然后就开始学习武术 把国美武术发扬光打 尽准四平 先用右手 我们打那个 埋头可以 埋头可以 不要闭眼睛 不能闭眼睛 不能闭眼睛 最武术 立体化山 持军起来 通过武术啊 不管对我这里有影响 应该是对下一代也有一定的影响 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自己的孩子嘛 看着自己练习的时候 也是一种熏陶嘛 他也在练 他学几遍就会了 他的武器还应该比较高 学东西也挺快的 在教他的时候 我也说一定不能练了舞以后 不能欺负别人 但是遇到问题比你强大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要敢于练剑 作为俄美武术的一个传承人 就应该将俄美武术 如果他们将会和俄美武夯的一斤 就应该将俄美武术的一个传承人 在俄美武术的一切 一些记性的传承人 还可以来说 喜欢过有关照的 航空公司 本身的轻松 最后就应该到